大家觉得加油机是用来干什么的? 肯定有不少人顾名思义认为它只能用来加油 有些对其有了解的朋友会说 加油机也可以作为运输机来用 然而美军最近把加油机玩出了新花样 他们在加油机上安装了无人机弹射器 还加上了控制系统、感知系统 使原本的加油机成为小型的无人机母舰 而承担这个任务的正是美军服役时间最长 数量最多的加油机KZ-135 那么美军为什么会想到 改装加油机成为无人机母舰呢? 为什么这款20世纪50年代的老飞机 至今还在服役? KZ-135的这些改装 又具体提升了它的哪些能力?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聊聊 这位服役超60年的冷战老兵 为何会再次起航? 首先,与大多数人的刻板印象不同的是 美空军加油机能迅速入列 其主要原因似乎并不是美苏之间的竞争 而是因为美国内部的军种竞争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二战结束后 美国空军从陆军中独立出来 新生的军种总要为自己争取经费 而美国空军走的是战略轰炸的路子 空军一想 陆军劳动家 要么是枪,要么是坦克 就个直升机有点威胁 没什么可以抢经费的地方 海军,二等人 管着一票不归自己管的飞机 还言不说 作战范围还比自己大 必须把它比下去 具体来说 就是要让空军具备轰炸苏联的能力 于是空军大力推进空中加油机研究 KC-97用运而生 然而KC-97由于自身性能问题 如速度慢 混合动力系统不好用的 并不被美军看好 投入使用几年之后 美国空军就开始寻求下一款加油机 也就是我们这一期的主角KC-135 说起来 KC-135的诞生颇为搞笑 当时洛克希德和波音 共同竞争这一项目 明明是洛克希德中标 结果波音的飞机 首先完成了是非 空军一想 这可是涉及征军费的大事 也别管性能咋样 先拿波音的飞机应急一下吧 一开始空军还跟洛克希德打包票 我们就是过渡期拥用波音的 等你的飞机生产之后 就用你的了 结果过了不久之后 空军又来找洛克希德 那啥 波音的飞机也挺好用的 我们又决定用波音的了 于是可怜的洛克希德 就这么被空军放了鸽子 而KC-135则进入了空军服役 KC-135进入现役之后 经历的第一场大战就是越战 但和最初的目标不同 它能大方一踩 并不是因为战略轰炸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越战早期 美军也没有动在越南 搞战略轰炸的心思 战略空军无用武之地 反倒是战术空军频频出击 但是战术空军也有一个问题 当时美军的战术机战斗机 普遍耗又高又相小 制空时间太短 这又导致战机数量 对越南战场的需求来说 还是太少了 在这个时候 也不知道是哪个大奏命 想到了闲置的KC-135 于是为战略轰炸而生的KC-135 赶赴越南战场 不久之后 抵达前线的KC-135 承担起了为前线飞机加油的任务 甚至为了增加海军 和马润飞机的指控时间 KC-135还不得不频繁 更换占用的加油喷口 为海军战机加油 而在将近20年的越战争 最为著名的KC-135机组 当属约翰H.卡斯蒂尔 少校指挥的KC-135加油机 1967年5月31日 约翰少校指挥的KC-135 不仅完成了自己原本的任务 还领为首命 拯救了6架友军战机 接下来就让火力军 给您好好讲讲 这个极限救援的故事 最开始 约翰少校的任务 只不过是为2架F-104加油而已 这个任务可谓是轻轻松松 但是战场上的形势 总是瞬息万变 刚刚完成任务的少校 接到上级任务 两架海军所属的 鲸鱼加油机K-13 燃料不足需要加油 约翰少校听说之后 哭笑不得 怎么加油机还会燃料不足 出门的时候忘带油箱了吗 所谓军令如山 再怎么疑惑也要执行任务 会合后 约翰少校发现 原来是这两架K-135机 出了故障 自己无法使用自己 加油箱里的燃料 只能给其他飞机加油 无奈之下 约翰少校只能指挥自己的 K-135给K-13加油 没讲到这个时候 又出现了紧急情况 两架海军的F-18战斗机 也需要加油 约翰少校了解具体情况之后 那就一个头大 因为其中一架F-8 来到加油空域的时候 只剩下300磅燃油了 用不了多久就会摔下去 另一架的情况也大差不差 油量快到极限了 偏偏当时的加油机 一次只能给一架飞机加油 这要怎么办 无奈之下 约翰少校只好玩起了空中跌落汗 K-135给K-3加油 K-3给F-8加油 同时 已经加完油的K-3 去给另一架F-8加油 加完后 又返回找到K-135 重新加油 费了这么大劲 才完成了这次 历史上首次空中三级加油 然而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还是那句话 战场上的情况 总是瞬息万变 准备返航的K-135 接到消息 两架海军的F-4鬼怪战斗机即将抵达 他们也没有了 约翰少校的头又要开始疼了 因为K-3-135已经完成了六架飞机的油料搏击 他自己也快要没有了 好在 K-3-135返回自己基地的航线 与F-4返回航母的航线有交叉 于是双方在那里完成了空中加油 当约翰少校带领他的K-3-135返回基地的时候 油箱里就只有不到一万磅燃油了 要知道K-3-135设计的燃油容量可是高达20万磅啊 一口气用掉了这么多 可见约翰少校这一天的工作量 佩服约翰少校的同时 也不得不夸一夸K-3-135 多亏了K-3-135超大油箱的设计 约翰少校才能圆满完成这几个突发任务 并安然返航 还为自己和几组成员赢下了杰出飞行十字寻章 但即便如此 加油机的作用一直以来都会被官方和公众忽视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K-3-135的性能实在太好了 所有任务都能完美完成 很少出现现象还生的 能引起公众关注的事件 事实上K-3-135采取的新型加油装置 比起老实装备容错率更大 极大的降低了加油室的试购率 但是想想就知道 一架重达31.3万磅的飞机 携带20万磅燃油 在26000英尺以上的高空飞行 只有一架看起来不危险 但是 如果这架飞机在另一架 4万磅的飞机附近 并用加油吊杆将它们连接起来 是不是吓人得多了 是不是会下意识地想 万一它们撞上了怎么办 如果这个场景发生在夜间 恶劣天气 无限电静默 这些极端的情况下 是不是让人投逼发麻 更别说 这个时候还有可能有敌对方的飞机 突然袭击 然而 面对遗生的种种困难 越战时期的K-3-135 几乎完成了所有人物 只有4架意外坠毁 可见K-3-135在实战中的 可靠性与顽强生命力 即便K-3-135在越南战场发挥出色 但是空军队团仍然有新的要求 要求它不断地进行改造 事实上 这种不断的改进 不断进化 也正是这款飞机 能一直服役60年的关键所在 其主要改装方向 是发动机和电子设备 一个是为了节省油耗 获得更大的飞行范围 另一个是为了节省人力 在更换了电子设备后 K-3-135上的领航员岗位 就被取消了 这也减少了维护成本 而目前 无人机的运用 已经成为普遍趋势 这种趋势 也赋予K-3-135新的改装方向 2025年7月 美国空军宣布 能装备在K-3-135上的 无人机投送技术 已经开发成功 目前美军的报告显示 该系统的主要作用 还仅仅用于防御 无人机 战机 导弹的袭击 不过 前空军机动部司令 现已退役的 麦克米尼汉将军提出 应该把加装了 该系统的K-3-135 运用在更广阔的领域 例如救援 侦察 支援 甚至自杀式戏机等 有人可能会有疑问 加油机执行的主要任务是加油 如果执行救援 支援这类任务 将不得不深入战区 这是否违反了作战条例 答案是 是的 进入战区 确实违反作战条例 但 那又能怎么样呢 根据K-3-135 在越南作战的经验 加油机深入战区 是加油机特色 不得不长 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1967年5月 奥尔文·艾尔·刘易斯少校 为了救援两架F-105战机 不仅顶着被越南米格战机 发现的危险 甚至是在雷暴天气下 没有进行任何 安全检查和准备工作 给F-105加完了油 在这个过程中 刘易斯少校 几乎把所有不能违反的条例 都违反了一遍 但是 这个行为救下了这两架友军 所以 根据美军在越南的作战经验 加油机进入战区 是一定会出现的请客 与其压力机组成员 倒不如给KC-135加防御力 然而 从目前公布的改装目的看 美军对KC-135的改装 并不止步于增加其防御力 未来 它很有可能还要 肩负指挥无人机作战 以及作为指挥中心的中任 火力军的这个判断 来源于KC-135的最新改装 在2025年 太平洋坚定力量演习中 KC-135展示了它的新能力 它的吊舱上搭载了新型的网络套件 用来连接多个战术数据链 以及几方盟友单位 从而缩短决策时间 也正是在这场演习中 美军认为 目前的首要问题是 应该尽快把决策能力 下放到基层 因为远在夏威夷的司令部 可能跟不上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 而大型飞机 搭载能力大 能够装得下各种电子设备 而且速度快 能够在不同战场之间穿梭 无疑是承担 移动指挥中心的理想人选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观众里一定有 及时战略游戏玩家吧 经常玩这类游戏的玩家都明白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侦查 侦查就是要收集各种信息 来为自己的战略战术做决策 如果你的网络有延迟 那么你做出的决策 就一定是不准确的 KC135的改装就是 为了获取更多的信息 尽可能减少网络延迟 使得指挥人员 能更快速地做出决策 这时候就会有人问了 KC135并非美军的最新加油机 为什么会选择它作为改装对象 那当然是因为KC135的两个小老弟 KC10和KC46 一个退役了 一个问题不断 下面火力军就跟大家说说 这两个小老弟是怎么回事 先来说说KC10 说起来 KC10的性能比KC135优秀得多 其能够装载的燃油量 几乎是KC135的两倍 而且KC10自带两种型号的加油管 能够给不同型号的飞机加油 不像KC135需要不停地更换加油管 但是 KC10的问题在于数量太少了 目前一共有将近400架 KC135在美国空军服役 而KC10一共只有可怜的60架 更要命的是 KC10的老东家 麦格拉斯·道格拉斯公司 被波音收购了 它的原型机DC10 也彻底退出市场 没有可用的零件 来给KC10进行维护了 美军因算成本 继续维护这些飞机的成本 实在是太高了 再有钱也不是这么糟的 一咬牙一跺脚 全都退役了 反正我们还有KC135 至于KC46 美军一提起来它就头疼 作为替换KC10的下一代加油机 KC46曾没寄予厚望 可是从研发到试飞 甚至都服役了 还是问题不断 先来说说KC46的加油管问题 根据KC46复役后的反馈 它的加油管控制系统 明显是有问题的 经常无法控制 刮花手游机 这对于普通战机来说 倒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 但问题是 美军手里有着数量庞大的隐身战机 比如F22 F35 这种飞机的隐身涂层 要是被刮花了 足够劈钱的国会老爷头疼了 然而 这还不是KC46最大的问题 它最大的问题是漏油 作为一款加油机 漏油是无论如何 都不应该出现的问题 偏偏 KC46有严重的落油问题 而且至今没有得到解决 最后 KC46的视觉操作系统也有问题 要说这个东西不过是个摄像头 但是波音愣是 连个摄像头都没弄明白 图像失真 画面模糊 以至于至今美军还是禁止飞行员 使用这个视觉操纵系统 说了这么多 也不过是想证明 KC46真的不是一款适合改装 能够替代KC135的加油机 你说要改装KC46 那空军是要跳脚的 这下就有朋友问了 既然这两款机型都不合适 那么美军有没有下一款加油机的研发计划呀 有的 但是很可能来不及了 因为这个计划是2024年才公布 等它形成战斗力 都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了 这个计划被美军称之为 下一代空中加油系统NGAS 但是它面临的问题也很多 首先空军对它的要求是隐身 一方面是由于加油机 不得不进入战区加油 另一方面是 各种新式防空武器层出不穷 隐身性能就成了一项重要的指标 但是众所周知 飞机隐身 一靠外形 二靠涂层 加油机的加油管 是否能达到外形和涂层的需要 这是波音的技术人员 还在攻克的问题 更要命的是 正如火力军前面介绍的 KC-135 是有挂舱式的改装 下一代隐身加油机 是否还能加装类似的吊舱 从而达到更多的战略战术目的 至少火力军现在 还没有看到更多的信息公布 不过有意思的是 美国空军负责人表示 KGAS未必是一架新的飞机 有可能是通过各种办法 例如电子战 护航支援 来达成相应目标 换句话说就是 升级KC-135 正是以上的种种情况 造成了今天这个魔幻的局面 最老的KC-135 因为皮势耐用 数量庞大 零件好找 反而成了最靠谱的那个 原本用来接班的KC-10 已经退役 原本被寄予厚望的KC-46 还在修bug 未来的新飞机 还是个概念图 于是 这位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老爷子 不仅不能退休 还得去考个证 学习怎么当网管 怎么带孩子 继续在第一线发光发热 最后 火力军希望能和朋友们 思考一下KC-135的未来 毋庸置疑的是 未来的10年 甚至20年内 KC-135都不会退役 哪怕KC-46 能解决自己一身的小毛病 哪怕NGAS项目 能顺利落地量产 KC-135也会继续 在战场上 为美军抛头颅 撒热血 同时 它也将化身战场多面手 兼职信息指挥中心 无人机母舰等多种职能 哪怕未来的天空 各种隐身战机 高潮导弹 神仙斗法 天空上也不会缺少 这位高龄老兵的身影 好了 这期关于KC-135的故事 就聊到这里 既然KC-135 都能模改成无人机母舰 大家觉得 未来的加油机 还会侵化出什么离谱的功能 是装激光炮自卫 还是直接变成空中武库级 欢迎在评论区 大开脑洞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 别忘了长按点赞三连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